有联合公园主唱之一的Mike丹菲不解散 组成新团4minor之前在日本分兵举行演唱会 首张专节The Rising Tide还没有正式发行 演唱会上就吸引了不少死忠fans到场支持 这次我们的第一次演唱会出外国专门 新组设计的新组合公园 我们有三音乐歌专业,两 viola专业,三声音乐 三演唱会出外国歌,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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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有些的粉絲知道更多歌曲 他們知道更多歌曲 我認為是很棒的 因為粉絲很興奮 他們在網上找到音樂 因為我工作了這首歌 兩年 雖然其實是很興奮 這首歌是很興奮的 你能感到有點緊張 在世界上放出這首歌 這演唱新歌 Fort Minor也演唱了聯合公園著名單曲 不同於原版的搖滾風格 改編過後的In The End 將歌曲中的嘻哈元素加以圖現 也讓演唱會進入第一波高潮 我認為是很興奮 回到那個Hip-Hop的地方 因為是很興奮的 我們演唱會 我們演唱會 那是一部歌曲 我們演唱會 那是一部歌曲 我認為是一部歌曲 但有一個強烈的 氣-Hop的aber音 演唱會 明年游泳新闻将播出Mike独家专访 想要听Mike唱台Flob Minor的音乐概念 还是关心联合公园到底会不会解散 歌里尽情锁定 游泳新闻许起之宋美如东京采访报道 联合公园主唱之一的Mike拖队出击新组合 Flob Minor即将在22号发行全新的嘻哈专辑The Rising Type 交代的联合公园的超长人气 Flob Minor专辑还没有推出 就在美国、日本、英国等地执行演唱会 并受到了热烈支持 不过不少联合公园的歌迷也因此担心 Linked Park是否会面临解散 Mike日前在东京接受娱乐新闻独家专访时 则是亲自否认这个可能 我认为了兴趣和几个朋友谈到推出嘻哈专辑的可能性 没想到最后竟然真的成立Flob Minor推出专辑 同时身为两个团体的一份子 对于Flob Minor的名字总是免不了与联合公园连在一起 Mike并不在意也十分感谢联合公园的成员们给他的支持 他们想让我尊敬与我和我一位 让我一位作词 那是一位作词 就是一位作词 就是这样子从来来 这就是我做的 我感谢我感谢我感谢 我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不想让我放这套笔 我会放这套笔 他们说当然他们想让他们 要看这套笔出 所以那是 你邀请他们到这套笔 他们已经来两套笔了 也认识了两个不同的组织 我们还没有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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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 现在我们有11弦和弦 我走到台湾的舞台 当 Joe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说,Mike,听到 我告诉你 你很严重 你不能 上台湾和弦和弦 和弦和弦的弦 由有一半日本水桶的Mike将自己的父亲与阿姨在二次世界大战时 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写成歌曲 还让爸爸和阿姨在歌曲中献身演出 透过音乐传达历史不写伤痛 也让Fortliner的饶舌音乐拥有更深的意义 接下来将会继续忙着Fortliner的宣传工作 Mike表示 无论是以联合公园或是Fortliner的身份 都很希望有机会能够到台湾 会不会歌迷 我们还在设计节目 我希望在下周年 下周年 希望在下周年 如果不 如果不 那就一定会在Lincoln Park 有些新闻需求 就是美如东京彩宝大道